就快過年了 環保局木工班師傅全部動員 彩線全開 有人來回打磨拋光 有人丈量尺寸 銷出卡準準備接合 過年即將到來 開換家具數量暴增 金融市環保局 也將回收家具翻修再利用 價格不到市價的一半 過年期間 蠻多民眾會上來買二手家具 然後我們這邊的人員 就會全部都開始動作起來 然後有時候偶爾都會加班 加點下去做 把那個建樹趕出來 讓民眾有的買 不然如果說趕不出來的話 民眾可能東西就會比較少 五斗櫃 衣櫃 然後電視櫃這一類的 外面五斗櫃的話 一般都要五六千塊 我們這邊大概可能一半的價錢 不會超過一半的價錢以上 經過師傅的橋手 從日常很實用的神桌 衣櫃 電視櫃 到具有風水意義的招財聚寶盆 文昌毛筆等 木工藝品都是熱賣商品 文這個蓋子 它香味都會聚集在這裡 那這個是聚寶盆 像這個就是那個蕭南的 文就會有味道 還有小朋友最愛的 尤瑤瑪 這裡都看得到 除了開放民眾選購 也都會捐給 有需要的弱勢家庭 木工班的產線 在這個過年期間 因為因應民眾的需求 很多人會上來採購 那我們產線是全開 來服務我們廣大的市民 我們開放的時間平常是會到9點到11點 下午是2點到4點 每個月的第四個禮拜 週六會有開放8點到12點 休假的民眾可以來買 回收我們做的會 像譬如說像年中的時候 我們會供應給有需求的低收入戶 他們提出申請 我們會捐贈給他們 無償的捐贈 其實也做 等於算是做公益 過年前民眾換家具 環保局木工班卻是回收家具 重新賦予新的生命 不僅落實環保概念 也讓歲末年中 讓民眾省錢除救補薪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